錶盤裡面就是2D5C 然後現在收支給我們 老師為什麼驗電筆會發 管案人不會被觸電到 我對這個 因為電流不大 電流不大 有電壓沒電流 電阻很大 電阻很大 我們會觸電 不是會觸電 會危險是電流 電流 電流要夠大才會危險 但一般來講是100毫安 比如通過行鎮 電流不大 電電比它的電流非常小 μA等級以下 了解 所以我們看一下剛剛有測 長的這個應該是不帶電的 現在帶電 短的這個應該帶電的 現在不帶電 兩邊都是一樣 那標準的情況當然要回到你家裡 你家裡你要知道你的操作 通常家裡的配線方法 尤其是學校 學校的教室裡面 它就是一個下來分兩支 一個電燈一個插座 就這樣子 一個電燈一個插座 我想是學校 家裡的話會比較複雜 那家裡的話通常會怎麼配 每一層會有一個電箱 那開一層電箱以一樓來講 以一樓來說你的客廳 通常至少會配三到四個回航 一個是插座 一個是插座 有可能到兩個不一定 一個或兩個的插座 然後電燈一個 廚房會專用回路拉3.5mm的回路 廚房會專用一個 廚房會專用一個 冷氣會專用一個 冷氣就是直接拉兩條L進來 冷氣會專用一個 你家如果有鐵捲輪的話 鐵捲輪會再專用一個 所以你要知道 你家裡的那個 插座的回路在哪邊 正常的情況之下 那邊先關掉了 然後我現在先不關 現在不關的原因是 你現在拿電電器 只是一個最紅 然後有做維修的 因為你現在先確認哪邊有電之後 這個電池錯了 待會我們要把電線換過來 你把這個螺絲全開 剛好你就是直接放著 如果現在放了螺絲 已經燈亮了 要小心 整個插座都帶電了 呵呵呵 就是裡面可能有破皮很嚴重 或者裡面進水 我曾經換過一個學校 裡面整個都是濕的 水不知道哪裡來的 打開水就這樣流出來 扯到一個亂七八糟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現在還沒有斷電 你順便可以確認一下 這個螺絲現在也沒有帶電 如果螺絲帶電 你怎麼換都沒用 因為整個裡面全部都掛著電 所以現在 你用電器子來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 順便可以趁現在所有碰到的東西 他帶著外電 如果會亮 就千萬不要鼓這些事情 稍微把它拉開 這次已經掉了 欸 掉了 我現在先斷電了 掉了 先斷電 照明燈亮沒關係 好 這一個是插在上面 剛剛這一個是插在這個孔上面 這個孔 這個孔 我們現在先確認一下裡面要帶電 再確認一次 把它掉之後再確認一次 電電筆確認一次 不會亮 這邊都不會亮 不會亮 現在就是沒有電了 沒有電你就可以安全了 就不用擔心了 現在都沒有電了 好 那現在我把它都拉開來 好 好 好 千萬不要小心 對 你一定要先測試 你現在不曉得 以想說只是有會亮而已 不知道要怎麼用 好 就直接插進去 好 好 那這裡 你拔不出來的 你拔不出來 那要怎麼弄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孔 一個長條的孔 像這樣子 一個長條的孔 對 你要把它壓進去 它就可以推出來 好 所以為什麼我說 用一字請指相對 用一邊比相對方便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壓你進去 對 這個地方 你要把它壓進去 它才能辦法拔出來 因為它是一個倒溝 它是一個倒溝 你要插進去很簡單 拔出來它會卡住 所以你要把那個溝退出來 好 所以它就是 這樣子 好 這兩個孔 基本上是 是 供點的 這兩個孔是供點的 這兩個孔是供點的 這是地線孔 好 上面這一個孔 我們翻過來 這是短線 對 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 應該要插紅的 它剛剛插錯了 很明顯的 它整個都已經錯了 然後 它把那個 那個 N 共用出去 那一條N 共用出去 好 那我們再確認一次 拔出來之後 一定要小心 千萬不要讓它們靠得太近 嗯 千萬不要讓它們靠得太近 不然 那些 它會給你好棒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 我怎麼確認它 它真的是火線 它真的是 因為我們說過的 不要太上電一次 對 先上電一次 你確認它是不是都火 沒關係 再一次 我沒有上去 我現在電沒有上去 沒有 怎麼會這樣 電都沒有上去 所以哪邊有掉掉 因為這邊電已經上去了 現在 現在這個打開 可是底下沒有電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上座以後我沒有電 只會變得太多了 就這樣做到 因為我們有電 對